可能不会错过太多嘛 稍微等个两三分钟 如果有问题可以先问 然后今天的话可能是 这期的最后一期吧 算是因为 也不是就是 今天的最后一期 但明天如果有时间在做的话 就就再做几期 因为还有几个股票没有分析完嘛 对吧 然后对 今天就分析 其实就是 这一期的话就会讲一下 Airlines 然后呢 迪士尼 Zoom Square 和Dropbox 然后最后再讲一下 重点讲一下 Fiverr和Upwork 就几个行业对比吧 然后对比花了有点时间 所以可能这期 就是时间确实花了蛮多时间 那个来做功课的 但是东西没有太多的 可以呈现出来 对 好 那我们就先开始吧 等会儿 竟然是1分20秒 好 欢迎大家来到美股直播 然后呢 我们今天再来进行我们第三个 第三集就是 主要就是讲什么呢 全最全版九月大跌 可以抄底的股票和价位 对吧 首先呢 我们要做一次 再来一次 disclaimer 对吧 就是股票市场瞬息万变 风险无处不在 我没有cover到的 或者我没有放到我的这个篮子里的股票 不代表它是不好的股票 只不过就是我没有足够的了解到它的亮点 可能对吧 或者就确实是这股票不是特别好 所以也不代表这个不适合你的公司 对吧 因为有可能只是我没有看到而已 没有看到更多的东西而已 所以你可以用我的分析当做借鉴 但不要当成唯一的依据 因为网上有很多很多好的博主 像Financial Education Jeremy 贝拉 还有那个 还有谁来说 Money Menta 什么 他们都讲个股 讲得非常清晰的 我这现在只是 怎么说呢 笼统的讲一下而已 所以大家如果有 对个别股票 确实感兴趣 要去买的 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一些 research 对吧 然后提示一下 就是我仓位涨这么多呢 有很大一个 运气的成分 说实话就是走着狗试运了 对吧 但是我确实 挑的股票也算好吧 对吧 只不过未来来得太快了点 包括AMD Fiverr和特斯 谁也没想到 他一下子 一年内能涨这么多 对吧 所以不要把我所有说的都共同成真理 对吧 我不是神仙 我也没有上帝视角 所以我们可以一起分析和分享东西 但是怎么说呢 就是我 不要把我说的 就是我说涨就会涨 对吧 就不要有这种想法 自己还是得为自己的投资负责任的 然后呢 我的惯用思路呢 就是顾别人帮我挣钱 所以要选有狼性的公司 不是那种坐在卷子里面 就是收钱 关键就是想要怎么样 就把钱拿到自己口袋里 那种公司我是不想要的 我想要领头人有那个归属感 就像 就是不会换来换去 CEO换来换去 高层换来换去那种公司 因为那样的话 大家都会只是关心 关心怎么样把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 还不是说怎么样去抢占市场 怎么样把这个公司做大 对吧 还有很多公司呢 他们会有那种 就是stock incentive package 对吧 就比如说特斯拉 你的股价能做到多少的时候 这个特斯拉就会给 给那个Elon Musk多少个 多少股可以去 就相当于奖励嘛 对吧 然后那个Tim Cook也有 对吧 Apple的公司也有 所以你可以找那种公司 因为那样的公司的话 他们的领头人才是真正的有归属感 当然有可能也不是归属感 对这个公司只是对 但是对钱的归属感 尤其是种归属感 对吧 也是让他们有 有那个incentive 去把这个公司啊 就是股价做高 然后呢 还有就是我很多要看的一个 就是upside potential 和downside risk 对吧 有的股票呢 我们选的话 确实不算是什么 基本面特别特别强 什么什么 对吧 但是关键就是他的 他的downside risk 就是downside risk比较低 但是他的upside potential 还是很高 这是very true 对于一些复苏股来说 对吧 很多复苏股已经在下面盘了很久了 像Simon's property group 还有那些airlines 对吧 所以那个时候 他的downside risk 就不是那么多了 然后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追未来 不要追现涨 对吧 不要很多 就是怎么说 就确实是推荐一个 已经涨上天的股票 确实会心理来说很容易 对吧 不管是博主也好 还是旁边的投资的小白也好 对吧 推荐一个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当然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 但是推荐一些 完全没有涨到哪去的那些股票 确实是怎么说 心里有点压力的 比如说Petmet Express Simon's Group 对吧 Walgreens 对吧 这些股票都是 还有Nordstrom Tapestry 他们都没有涨上去 所以你推荐的话 就是这个确实怎么说 但是这是我们要讲的 就是未来 对吧 任何一只股在涨上去之前 都会有一个平静的时候 对吧 为什么当时你没有看特斯 非要现在已经涨到天上去了 你才可谈特斯 对吧 为什么当时你没有看AMD 当时没有看Navidia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只是专注于什么 已经涨上去的股票 而不敢去下手于 未来的那些 未来会涨很多的股票 所以我们这个频道要做什么 当然每天也会定期的来分析一下新闻 预测一下走势 但是如果只要一有时间下来 周末的时候 我们就会找找看 有没有未来可以涨到很好的股票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记住 理性高于感性 你要问一下 现在你要买这只股票 是理性占的原因更重一点 还是感性占的原因更重一点 对吧 不是说要觉得现在涨了很多 我觉得他还能长 对吧 我觉得 然后那这句话就是 你要用这样一个措辞的话 那就说明什么了 你别觉得了 因为对 还是理性一点比较好 对吧 你觉得涨了更多的话 其他三户也几乎 可能也会觉得涨了更多的 然后除非你有一个 真的好的一个原因 觉得他会涨更多 但是不然的话 你就怎么说 很容易被割 对吧 然后呢 对就现在就是选长仓的标准评级 标准的评级嘛 对吧 为什么要先定义好 这个行业是什么呢 那就是因为你知道是什么行业 你才知道什么呢 你对他的这个股市 你这个对他的股票 有个预期 什么样的预期 对吧 就比如说疫情复苏行业的话 疫情就是差不多翻一倍 就回到差不多pre-pandemic level的一个 stock price 对吧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一个预期 就是翻一倍 对吧 然后呢 就比如说大部分就是翻一倍 就回到了pre-pandemic level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经济萧条 避险 对吧 这个的话就是说明 你不要期待他涨很多的 你只要期待他 大盘跌的时候 你不要跌就好 然后呢 可能每年什么收益 差不多20%到30%啊 什么这都是OK的 就是这就是你为什么要选 这个经济萧条 因为这不是求涨 只是求稳 然后强者欲强的话呢 可以就每年呃 就可能短期找个50%到80 对啊 因为他们毕竟已经是一个市场的龙头了嘛 对啊 涨得涨得厉害也是合理的 所以对他们的话期许就应该是那样的 然后呢 未来市场的话 那些这些股市 那些这些股票就是你可以期待他翻好几倍的那种 对啊 像特斯拉 你有然后Fiverr 啊 AMD那些 就是还有那些Qualcomm啊什么 只要是涉及到未来市场的 呃 你可以 这些大的公司可能就翻不了那么多倍 但是就Qualcomm可能翻得有点慢 对啊 但是怎么说呢 AMD可以至少翻的 然后还有什么 就是呃 我想想看 接下来还有什么 未来市场等我们再说 但是未来市场的话 你就不要给他定一个 哎 什么要什么时候止盈了 这些市场的股票 你只要放在里面就好了 你就要等到 未来的时候 未来到的时候 他股票涨上去的时候 你再可以考虑 哎 现在是不是应该有没有更好的 呃 更好ROI和呃 呃 那个更低风险的股票 能去买入 对吧 那个时候你才可以 就因为股票的话 呃 收益不难 但是你要就想要怎么样 收益最大化 对吧 所以你要想要把钱 一个股票从一个 呃 把钱从一个股票结利了以后 你就要想想看 这个结利以后 你这个钱拿到哪去 对吧 如果你想不到更好的一个呃 比如说ROI更高 然后风险还更低的一个股票的话 那你这个钱还不如留在一个股市里面 对吧 除非你觉得这个股市要掉 这样啊什么的 对吧 但是对 然后稳定性的话呢 那我们再说一下 就是很这个要强调的就是 稳定性是什么呢 就是有多少机构在把你这个股票当成一个狩猎场 你要想想看就是我们什么样的是easy target 那就是啊 day trader和unseasoned short term investor 就说白了就小白和那些就有些就是day trader是友好的 但是大部分还是亏钱的 总的来说是亏钱 然后他们的话就是你要是在一天内就要trade好多次的话 很多时候你很难保持一直是理性的 所以很多时候也会就更多就你trade越多你就会变得更感性 因为你少了时间思考了 但是怎么说呢 这些才是一个easy target 所以你要是选了一个股票稳定性很低的话 就说明这里面有特别多day trader和short term investor 就比如说特斯拉对吧 你有对吧 还有那些kodak啊什么的 呃一开始就在短时间内涨得很高的一些股票 他很容易呃就吸引到这些unseasoned short term investors和那些day trader 就是想要哎 那个来一次约一次pot那种对吧 就玩一玩 然后挣到点块钱 然后走人的那种对吧 所以呢 这些人的话就是相当于什么 就是他们把机构和大的那些基金啊 他们的眼光就吸引到这些股票来了 这些股票就很容易可以做空 或者是拉高 对吧 就是short squeeze一下也好 然后砸下去也好 就是他们就很容易控制节奏 因为就很多就是很多easy target嘛 对吧 所以你要选什么 你要选长仓要抄底的一些股票的话 最好不要选一些已经稳定性 不是那么高的股票 对吧 还有就成长性了 就很重要的一个就是 当任何人给你推荐一个股票的时候 你一定要想想看 这股票能不能跑赢大盘 对吧 还有就是要看一下他的quarter over quarter 和quarter on quarter growth 对吧 然后呢 对啊 最好的话 在我眼里最理想的一些股票 就是每年可以涨差不多百分之以上的收入的 这些就是比如说 就是我放在那边 他股票合理来说的话 也会涨百分之十到三十的 然后风控的话呢 百分之一分的话就是可能很大可能会破产的 然后二分的话呢 就相当于就是必须得在under unfavorable terms condition里面 啊 融资的 对吧 就是他必须得被强迫融资 所以呢 他可能就借钱给他的人 可以会提出一些很多要求 然后这些要求都不是利他的 对吧 就比如说 你实在很缺这个钱 但是有人确实愿意借给你这个钱 但是他需要你付他很高的一个interest rate 这就是under unfavorable terms 然后呢 就比如说American airlines 对吧 然后呢 任何government给这个airline 他们融的 就是给他们的借的钱 就很多就是 就是condition就不是特别好的 然后这就是为什么 Southwest airline 就是任何就是有底气 有底运 有资产 就是可以运 就是现金流 可以搞得定的那些公司呢 那些航空公司 他都说不用的 老弟 老哥 我不用你借给我钱 我自己搞就好了 对吧 就是因为他们不想要 borrow money under unfavorable terms 对吧 所以这些也要想一想 因为这个的话 会影响到他以后的成 就是复苏的成 对吧 比如说你要是挣100块钱 15块钱都去费 都去付一些那个interest 对吧 都去付利润 利率的话 那你挣的margin就少了 对吧 然后所以呢 我们先看一下airline吧 对吧 说airline已经说了好久了 首先亮点的话 就是复苏 还有就是他会有一个 pan up tourism demand 对吧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会有什么呢 很多就是新闻 疫苗 对吧 任何有关于新冠 弱下去了 然后呢 疫苗有进步了 这些新闻 会让这些股票 涨得贼高贼高的 一下子就非常甜了 对吧 然后他还有这个 什么叫advanced cash flow 那就是他们起飞之前 他就可以预定 对吧 就比如说明年计票 都可以订好 对吧 然后呢 Christmas的计票 都已经订好 对吧 到时候可能还 就不能退 然后呢 不能退的话 改时间 但是钱都是 因为他最近不是 也出了一些规则吗 就是说你改时间的话 不会收钱了 不会额外收钱 这就是很好的吧 所以现在就会有很多人 愿意订机票 订下一个spring break的机票 去哪里玩 去那个行价 去哪里的 回国啊 什么的 这些都会是advanced cash flow 这会现在相当于来说 只要第二波新冠 不是特别的严重 那这样的话 airline已经度过一个难期了 所以呢 还有就是疫苗的新闻 9月份 要是9月份 10月份 可能会来一些 疫苗的一些 positive progress的新闻 所以呢 这个也会让这个airline回去 呃 然后风险的话 就是最大的 那就是新冠第二波 对吧 所以呢 呃 对 就是 行业的选择本质呢 是复苏的 这代表什么呢 这个股票回去以后 回到那个prepandemic level的时候 赶紧滚 对吧 不要不要长期hold住 因为你知道的 就是这些股票 他 呃 看一下 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的话 就我们拿 UAL来比吧 他是走不过大盘的 走不赢大盘的 大盘还真的走赢了 这是 啊 2008年的话 走 就是怎么说呢 呃 我看一下 最近确实airline涨很多 这 这是 妈呀 又翻车了 但是怎么说 呃 大盘的话 怎么说 呃 我是不觉得airline可以走赢大盘的 呃 因为我们看他涨幅的话 就是涨幅的话 在 呃 one day来看的话 从2016年50块钱到现在翻一倍嘛 但是很多科技股 你放在科技股里面啊 就很容易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翻几倍的 对吧 所以airline的话 为什么我也不怎么喜欢呢 因为很多时候就盘在这 你要是时间 就比如说你2015年买的 对吧 你现在你现在如果长期hold住的话 搞一件事情就把他这个飞机股就马上就砸下去 这个就是不是特别稳定 然后呢 呃 复苏起来也不是特别快的 所以你要是想买airline股票长期hold住的话 真的还不如大盘 对吧 因为大盘还是有很多就是风险 呃 就是当我就我之前说过嘛 就是当一个股票跑不过 就是不是能很大概率跑赢大盘的话 那你还不如买大盘 因为大盘没有破产的风险 但个股永远会有破产的风险 所以呢 airline的话呢 我看到是什么呢 就是我看到哎 只要回到差不多7 就比如说拿UAL来做一个example 他回到70到80 我就不碰了 因为我觉得他的成长不会那么多 然后他其实margin是很少的 你想想看一个客机 费一趟到底能挣多少钱 对吧 所以呢 呃 只是玩现在这一波 然后呢 复苏稳定性的话是4分 因为他还没有涨起来 然后成长性的话呢 到A5分是现在 但是接下来就是2分了 然后成长性的话 呃 按照排名的话呢 就是 AC Air Canada先 然后LEV 然后呢 在UAL 然后在DAL 对吧 呃 为什么是按照这个程序呢 其实 DAL 比UAL好一点 呃 为什么按照这个程序呢 就是因为他 就是我觉得 呃 加拿大的可能会先飞 呃 先复苏 因为我们愿意让加拿大人 飞来飞去 但美国人 我们可能就是 如果是别的国家的话 哎 可能就不想要美国人 来他们家 他们国家玩 对吧 所以呢 international airline 可能就是会晚一点复苏 首先加拿大airline 会复苏一下 而且他现在就在低谷嘛 对吧 Air Canada 然后这个不是AC 这个是ACDVF 然后呢 在美国的话是over the counter的 所以这个你要是买不到的话 也呃 就算了 就你就买别的航空股也可以 但是你这个看的复苏起来的话 18块钱要复苏到啊 差不多疫情之前的75%的话 要到40块钱到30 30到40 就是很容易翻一倍 还多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 呃 蛮蛮诱人的 对吧 然后呢 但风险的话 AC也是最 最最高的 呃 因为毕竟是中国 呃 加拿大行业嘛 而且他2008年也破过产 对吧 这也不是说 呃 就大的飞机 哪怕是代表 加拿大面子的 他还是破过产 对吧 但是呢 怎么说 在在加拿大的话 确实market share 最大的就是air Canada 然后呢 现在没有破产的话 除非第二波疫情再来 很凶猛 不然的话 他应该就没有事情了 然后还有呢 就成长性第二大 肤素性的成长性 第二大的就是 第二好的呢 就是LUV 因为国内 啊 美国人心大嘛 对吧 呃 你让他们自己 飞来飞去OK的 所以国内的话 啊 LUV其实飞得蛮好的 啊 他会先飞 然后呢 DAL然后UAL对吧 他们就是按照这个顺 这个顺序 到international flights 然后呢 风控的话呢 LUV最最好 财报最 就是经济状况最好 然后呢 在UAL DAL 所以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我找不到 international market share 但是呢 就是domestic的来说的话 就是Delta airline 是最 飞的也是蛮多的 然后Southwest airline 是16.5 为什么Delta airline 飞的很多 但是Southwest airline 就飞的不是那么多 但是我要把 那个就是 这个成长性啊 LUV排在 Delta airline之前呢 那就是因为 Delta airline 这个domestic flight 占它的利润 很少很少 所以哪怕 它的这个 airline domestic market share 很多啊 占的比例 比那个Southwest还要高 但是它占 总的它自己的 呃 利润啊 呃 总的这个利润表 不是占特别多的 所以这个 这个大家自己概念 搞清楚嘛 虽然它这个分数 也是很高 但是它这个分母 更大了 所以呢 它只是占据的 很 它只是占了 它整个business的 domestic 呃 那个 domestic flights的话 只是占了它的 总的market 呃 总的revenue 很少的一部分 但是Southwest 的话 那个domestic flight 占了它很大一部分 所以它复苏了 就基本上 它就全部复苏了 对吧 呃 然后为什么 我没有把AAL 就是好像 哦 AAL很火 很火 为什么 我没有把它放进去呢 就是因为 它财报有点不好看 对吧 它就是比Air Canada 感觉还要风险大 对吧 然后它的liability 已经在上面了 这个时候 我就觉得除非 你是一个成长股 或者是你像 呃 你有一样 就是背后 有个金主爸爸的 不然的话 哎 就有点 没想 不想再碰你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 Airline 我暂时 呃 不想碰AAL 但是呢 确实有点什么事情的话 AAL可能涨得更快 但是风险最大 所以我不敢碰 呃 我求稳 对吧 呃 然后我们分别看一下啊 这是UAL 这是DAL 对吧 他们财报的话 就是因为这个词 新冠 它其实Delta Airline 涨得最 呃 就是跌的最多嘛 对吧 就是它的呃 它的那个 Net Income 付出最多 然后呢 但是它的那些 哦 对 然后呢 UAL的话呢 它其实财报 其实比那个 Delta Airline 好很多 然后它的cost cost也是 控制的蛮好 然后呢 在最亮眼的 当然是 Southwest 对吧 Southwest的话 它那个付的income 也是控制的 亏钱也控制的还好 然后但它的那个财报 确实 它的balance sheet 确实是蛮健康的 这就是为什么 呃 当美国说 美国政府说 哎呃 来 老铁我给你点钱 你借我钱吧 对吧 但是Southwest就说 哎 没事的 我自己搞 没事的 你借给别人吧 那就是为了不想 不想那个付太高的利率 啊什么 对吧 所以呢 呃 那个就是LUV 其实我是最看好的 然后它也可能会是非呃 恢复更快 最快的 然后呢 如果就 当然每个股票 我都给了一下价位嘛 就是如果怕错过的话 就相当于现在买都可以的 然后呢 合理价位反弹的话 你也是就基本上是 我是怎么找出来的呢 就比如说 UAL 呃 是一个反弹点 然后这边 然后很多线在这边的地方 就是EMA交叉的地方 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反弹点 对吧 然后呢 在就是相当于啊 这个graph如果在一个EMA下面的话 那这个EMA就是serve as a very strong 呃 就是 阻力线 但是如果在上面的话 它就是serve as a very strong support 对吧 像这边填到了这边 呃 往上跑 然后呢 跌到了这边两根线 EMA 然后就马上上去了 然后 对啊 所以呃 大家可以看看 就是哪里 你觉得是 你如果怕 就是这个怎么样操作呢 就是你问一下自己 你怕不怕错过 你要是不怕错过的话 你就等一下合理价位反弹 对吧 然后如果你不怕 你怕错过的话 你可以早点买 然后但是建个小仓也可以 所以其实呢 就是自己呃 问一下自己心理是怎么样吧 对吧 呃 然后airline的话 说实话 我听很多网友说 也已经差不多 就是呃 很多次定机啊 都是上飞机的时候 他们游的时候 要就是 没办法要出去游的时候 呃 其实航空 也是做的满满了 对吧 每个航班 呃 当然也是因为美国人心大 对吧 所以这也是怎么说 到到最后看吧 就是买的话 现在买 绝对不会吃亏 但是呢 就现在就是看呃 唯一你需要买airline 要看的就是 你接下来会不会有更好的价格 可以买入 当然这个呃 就你也不要一定要想要抄底 对吧 你最好的办法呢 就其实就是先建仓 对吧 然后如果新冠第二波再来一下 或者airline再回调的话 那你再可以去 在更低的价格再加 对吧 然后呃 airline就说这些呃 迪士尼的话呢 迪士尼就是一个非常呃 他其实我最注重的就是其实他的IP 对吧 呃 Fox News 就是呃 20 20那个Century Fox 然后National Geographic 然后Hulu 呃 Marvel Star Wars Pixar ESPN 这些都是非常就是大家都会看的一些频道 呃 很多人都会看的一些频道 他的呃 受众率呢 非常广 所以他的IP啊 呃 和他的平台都是非常有价值的 呃 然后他还有Steam Park 这是一个呃 复苏类的 对吧 呃 Steam Park是复苏类的 当然他现在呃 没有复苏之前 他就已经有Stream来复苏了 对 所以他其实啊 这个时候以一个2.77 Price to Book Ratio 这真的是贼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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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如果是这么看的话 我们现在看他 他Graph的话走到差不多这边了 就是呃 其实也算是在一个就是2013年 差不多2014年到现在的话 差不多也没有走到太离谱的价位 对吧 还是很便宜 所以 我这个价位呢 都选的就是买靠近的 因为再便宜也便宜不到哪去 对吧 最最便宜的时候可能啊 就是什么时候我会一定要买呢 那就是110的时候 110的话是cheap as fuck的地位 然后呢 如果再下来的话 如果再突破这个 就是现在有Disney Streaming 你还要搞一下突破这个的话 那真的是我我可能要把房子都买了 就可能再再买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的话就是大家自己可以去看一下 我是觉得呃 稳定性的暂时稍微是有一点点不稳 因为他确实这边有个大的缺口吧 对吧 然后但是呢呃成长性 复苏的有个百分之有个四分 然后哪怕复苏以后他还有个四分 因为他以后能搞的东西特别多特别多 像就是对啊 就是特别多的东西 有这么多IP 不怕搞不出东西啊 然后风控的话当然是没什么大不了的嘛 就钱很多嘛 对吧 然后Zoom Zoom的话就是客户粘性和他财报啊 他财报的话呢 表现得贼好 给大家看一下 财报的话 你说这个财报好不好 都亮瞎我的狗眼了 然后他这边哎 这个asset就一直涨得很快 涨的速度比lulability的速度要快 所以这个就是不管怎么样看你这个呃 你这个财报都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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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的 然后呢 他的风险呢 就是护城河有一点点浅 但是呢客户粘性确实是很高 就不可能说哎 呃整个公司说哎 我们要换成哪一个 对吧 很多时候你一开始用了以后 你就会就是整个公司就一直就是用Zoom了 除非真的是很激烈很激烈 真是影响到他们效率了 不然的话一个公司是不会坏的 就don't fix what's not broken 这是他们很多大公司和很多客户的一个golden rule 那就是没有他妈的有心思去搞这些东西 能工作能用就可以了 对吧 Google难道出一个什么新的 哎没事 Zoom我们已经用了很长时间 大家都在上面 对吧 就没有影响到我们工作效率的话 就没有事情 对吧 所以呢客户粘性很重要 然后呢 确实啊 就是呃 我女朋友公司 他最近确实也在那个呃 家里上班 他们的公司啊 呃 他就是也用Zoom的 之前也试过Google啊什么 但是Google真的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啊 就是Zoom特别快 就真的是Zoom 对吧 但是呢 呃 对啊 清晰又快 但是Google还要和Facebook的话 他们也试过 就是跟个别呃 就朋友啊什么都也试过嘛 就是确实是有点鸡肋 然后有点不稳当 还有呢 就是我妈那个房地产 他打工的一个 就是他在一个房地产下面挂牌嘛 然后他们要讲座的时候也用Zoom 见面对吧 但是呢 客户粘性很重要 然后财报也很好 就说明他们执行力非常强 然后风险的话就是 还有就是回调 还有一个风险就是估值偏高 啊PB你给我来一个87 那你叫我怎么买 然后你P给我来个4000多 你让我怎么买 对吧 4000 然后还有453 对吧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有点下不去手 有点贵 呃 然后如果怕错过的话 呃 你如果还怕错过的话 360到370OK的 然后呢 如果这 但是确实你看我这个给的就是非常的呃 幅度大了嘛 因为你你告诉我我这个graph 你让我怎么样幅度不大 对吧 从280到340 这是一个合理价位 从这边到这边 对吧 这边就稍微补好这个缺口 然后或者是这边就这边补好缺口 可能在网上 但是这边的话就更加稳一点 因为他就到了一个 就相当于你要是这边网上画一条线的话 他就是蛮稳当的一条线 然后呢 还有到了几个 两个EMA可以帮你撑撑脚 然后呢 对啊 就差不多了呗 然后你要是再到下面来一点话 那就到了一个长期的一个support嘛 从差不多一月份 呃 从一月份 今年的一月份开始一直会碰到的一个脚 然后这边的话 你可以踏稳的话 也可以往上走 对吧 这边都是很便宜的价格 但是这边的话确实有点高了 呃 然后 对啊 就差不多这个 然后欲强 这个就是打了个问号嘛 他他强吗 他他是强 但是怎么说 护城河确实有点浅 这就是啊 有点让我 对啊 还有稳定性的话 就是现在贼不稳定嘛 就是飞太高 确实财报好 但是财报好 不代表你需要付这么多钱 对吧 就很多人就拥进去了 那就有点 对啊 然后呢 呃 成长性的话呢 就该上zoom的人都上zoom了 那接下来财报成长性 会不会再再亮眼呢 还是说 接下来就可能就 呃 那个风险 财报 接下来可能就成长性就 呃 平平了 如也了 对啊 呃 平平淡淡了呢 对吧 但风控的话还是OK的 对吧 呃 因为钱至少还有 的 asset比那个 liability都蛮多了 然后呢 接下来就是square square的话呢 就是现代化的一个 付钱模式 就是你去一些插菜嘛 你去呃 很多小店啊 什么都 或者大店 对吧 他们很多就 看到一个很新颖的 一个付款东西 哎 就就是square 对吧 然后呢 客户粘性啊 也跟zoom一样 就don't fix don't fix what's not broken 对吧 如果square用的好 就接下来有 再有什么产品 除非是质一样的飞跃 不然的话就 客户就不会转换了 呃 然后还有就是很有狼心 他的市场占有率 一直在网上凸嘛 但是风险呢 就是过高估值 对吧 还有就是有可能要回调 你看就是呃 那个pb的话33 然后呢 pe的话都到呃 三位数 这就是有点呃 有点高 呃对 就是稳定性 有点有点不好 对吧 但是未来的话 肯定是未来市场吧 对吧 接下来他就比如说 他市场占有率啊 就是我记得他有一个 好像是cash app 然后他的市场占有率 已经比占有率 已经追过了 不是市场占有率 但是是他的下载 总的下载量 好像已经追过了 那个呃 paypal之前推出的vamo 呃所以呢 怎么说 他呃是 而且也是非常 新颖的一个东西 任何东西看起来都是 呃 蛮有科技管 就是现代化的一个东西 而不是旧世界的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他的话 未来的话 其实还是很可以期待的 然后他也会有一个 欲强的一个本质 对吧 新开的电影什么的话 呃都都可能就会直接用 这种现代化的一个东西了 然后呢 他成长性呢 其实是还算行吧 呃 然后风控的话 也还算行 呃 但是就是稳定性 就不是那么行 呃 我们看一下他 风控的话 square的话 就是稍微有点吃紧 就没有像别的那么好看 但是还是还是正 还是健康的 所以这个也 我们也不能挑鸡骨头 所以三分 三点五 我觉得呃 明治实归 对啊 四分的话 我通常是给什么呢 就是asset比较 asset liability比较好看的 然后呢 但是还有可能 确实要需要融资的 对吧 如果五分的话呢 就是那种大的鲸鱼了 就是哇 真的是 哇 你你坐下来 这个钱都可以掉出来的那种感觉 对啊 像apple对啊 呃 所以呢 这些就是呃 对 这就是square的分析 然后接下来就dropbox啊 非常被低股指的一个科技股 然后但是哎 这个兄弟啊 这个护城壳 确实有点浅啊 然后他为什么没有因为疫情而收益涨呢 而没有那个他就是股票没涨呢 因为你要想想看很多东西 为什么股票涨 因为人见不到人了 所以呢 他可能要被被迫啊 用zoom 被迫用别的东西 但是dropbox你难道 疫情来之前你是真的就是physically deliver那个东西吗 那不当然不是啊 该用的dropbox早就开始用了 对吧 没有不会因为疫情而要用还是不用 因为你 疫情来不来 你都不会physically给他一个箱子 对吧 你都是digital的 对吧 所以他没有疫情受到影响 然后呢 他确实没有疫情而收益也没有涨 对吧 我们给他看一下 dropbox 就是收益还减了一点点 对吧 这个就是有点有点搞笑的 然后他确实怎么说呢 他资产也还ok吧 对吧 稍微好一点 然后他就稍微也蛮稳的 因为啊 怎么说 为什么稳呢 哎 没上去 没有飞太快 所以当然稳 对吧 就说明什么呢 就是可能啊 没有太多人去 就是机构不可能 可能不会把这个当成一个狩猎场 因为他里面就是那些非常impulsive 那些非常感性不理性的那些散户 可能不多 所以他就啊 机构就不想 不会就搞一下这个股票了 然后他暴跌 然后把一些人抖出来 这机构可能就不会做这种事情 所以呢 对 然后成长性的话 就是呃 有点打问号 对吧 因为确实 以后的成长 就还有很多别的选择 新的客户来的话 他就是我 说实话 就我不用dropbox的 然后呢 然后确实互成河 就就确实是有点浅 因为在这个新时代 你这个digital transfer 啊 一个folder啊 一个file什么 就很容易 就用别的东西 很容易可以transfer 不需要一定要去付款给dropbox 所以呢 这个股票 我确实不是特别喜欢 忘了一个东西 我忘记把东西放成我的 放进我的购物栏了 啊 我们现在一路一路往下来啊 呃 现在 有点airline的话呢 要搞一搞的 因为玩 玩airline的话 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 就是你要把很多都要 就是diversify 呃 不要就买一个 因为每一个都有破产的风险 但是如果四个 你选四个 然后里面只有一个破产 那你其实是 呃 怎么说 还是港港的 你的总仓位 airline的仓位 还是好的 呃 Air Canada 我放上面一点 然后呢 Southwest我也放上面一点 然后就是 Delta Airline和United Airline 因为他们这两个 复苏更快嘛 United Airline 哦对 Delta Airline 然后 以下来 Dizney的话 也要搞一搞的 但是 我不太着急买 啊 其实 呃 怎么说 也不是说不太着急买 到时候再看看吧 先放在这边 放上面一点 然后 再一下子 Zoom的话不买 呃 Square的话 不买 稳定性不高 而且 对 稳定性确实不高 该涨的其实都涨了 呃 然后 哦 接下来就是 最后一个 呃 然后到时候我们就看看 我们就分析 就简单的过一下这边 因为有的 可能今晚没有时间 再做一个直播了 所以等会我简单过一下 这个 首先就 这个就是 我们要说就GIG Economy 对吧 这就是以后一个 很大的一个未来市场 那就是很多人在家为别人打工 Freelance 对吧 就像Uber 就是一个GIG Economy 呃 然后呃 我们其实分析的话 就其实就两个嘛 两个大的comparator 一个是Fiverr 一个Upwork 简单来说什么呢 就是Fiverr的成长速度 贼快贼快的 然后你看他的Alexa Trend 他就我一开始看到 Fiverr都是20块钱的时候 他的Site Ranking 已经比那个Alexa要好了 当时的话 他确实也是 呃 虽然Market Cap 比这个Upwork要小 但是他的呃 利润确实比 就是怎么说 比Upwork要 就是呃 按照比例来说 还是更好的 然后呢 呃 对啊 但是我们也看到 他Fiverr的话 是一直在呃 就是一直在越来越火嘛 然后他的知名度 也是打出来了 盈利能力呢 也打出来了 然后我看一下 呃对 盈利能力呢 也是比Upwork更好的 但是他的风险 就是有点Vault Vault 然后他关注度呢 也是一个他的风险 因为很多散户在里面 然后Upwork的话呢 估值是更好的 呃 相对比较稳的 但是现在的估值好 不代表 怎么说呢 不代表股票会跑得更好 就因为就是比如说啊 你想想看 特斯拉和Toyota 哪个挣钱更多 那当然是Toyota的 这个汽车公司嘛 但为什么特斯拉的市值能超越他 那就是因为他们看好 更看好特斯拉未来 所以这个的话 怎么说呢 我是呃 这个还是得 我给把所有的点都告诉给大家 然后大家自己去分析 大家想要买什么 比如说Fiverr的话 他确实是怎么说呢 成长度是更高的 对吧 你看他的成长是 quarter on quarter 是多么好 quarter over quarter 是多么好 对吧 然后quarter on quarter 就之前的话是 去年是24点 23.6 现在就是差不多45 46 million 对吧 这边的话就是 怎么说 没怎么变 对吧 然后但他的revenue的 就他的net income 是在 net loss 就是越来越多的 但是他的的net income 就是越来越 就是快要挣了 对吧 所以他 这就是为什么Fiverr 有一个更高的一个valuation 但是Fiverr就upward的话 他们就看不到未来 对吧 销量 就revenue也没涨太快 然后这个亏的钱 还给我亏的越来越多 对吧 这就是有点有点让人吸一口冷气的 然后呢 还有一个我们要看到就是 他的PB和他的PB 当然是Fiverr更贵吧 对吧 然后呢 但是他的他的那个asset to liability ratio的话 其实啊 其实是Fiverr更好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Fiverr虽然 怎么说呢 后来后来才那个比比他晚 晚上是 但是啊 他的估值更高呗 对吧 就是因为他一切的未来感觉 看起来更加明媚一点 呃 但upward的话就感觉是一个 呃 就没有狼性 对吧 如果你要在这两个里面选 一个是狼 一个是狼 一个是猪的话 那upward就是猪啊 Fiverr就是狼啊 对吧 但是呢 怎么说呢 接下来也不知道upward能不能从猪变成狼 然后呢 Fiverr的话 会不会因为他的关注度 呃 风险太 呃就关注度和稳定性 特别不好 所以他砸下来 对吧 因为他确实里面的散户是非常多 非常多的 所以会不会变成狩猎的那个机构的狩猎场 这个我也不知道 所以这两个的话 我就告诉大家吧 所以哪个是呃 为什么一个涨的比另一个快 但是呃就是 但是两个都要注意的风险是什么 所以大家这个 你该知道的都知道了 那就是你自己去选一个了 呃 而现在的话呢 我可能两个都不怎么选 呃 我如果接下来要选的话 也是Fiverr 他估值下来一点以后 到差不多60到80的时候 我可能再去买一买 所以现在的话 Fiverr我可能是往最下面 对吧 呃 因为我确实 你要是雇一个人的话 你确实看到啊 就是Fiverr这个人的执行能力特别强 比upper要强 我要雇一个人的话 我可能就雇Fiverr 我不会去雇 就我不是说在上面雇一个人 我是说雇一个公司为我打工 那我肯定就雇Fiverr 因为他的他的track record 让我看到他执行能力非常强 不需要我担心 但是upwork的话 你也看turnover ratio turnover ratio 就是虽然散 就是虽然更稳一点 但是他这个公司缺少狼性 所以很多人的话 可能就是呃 知名度这个东西啊 呃 除非有大的一些事件发生 不然的话 该知名的人就会越来越知名 但是不该知名的人 就是就就不活的人 就越来越不活嘛 对吧 这个就不是说两个 两个都会往上涨的 就是就是这个意思嘛 所以呃 大家自己选一下啊 呃 我也好奇你们会选什么 大家可以去在评论里面告诉我 或者在live chat里面告诉我 你们这两个到底会选什么 呃 这个我倒是很好奇的 呃 因为我这个确实是跟 Jeremy啊 financial education 对 Jeremy 就是他是我的一个偶像 投资界的偶像 也是YouTube上最大的之一 呃 然后他的话是选了upwork 然后对 我就有点好奇 就是对 就是fiverr的话是我看着涨大的 20块钱多的时候涨大的 当然我也没有 就是挣到他所有的钱 但是确实就是 这个股票确实让我看到 就是很多的 就他就是一个未来 就我投资一个未来 当时当然我也是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看未来的股票 我提前卖掉了 这也是个错误 但是怎么说呢 我也想要把这个股票再买回来 所以呢 我再想就是哎 接下来他要再回调一下话 我们看一下 他要再回调一下话 可能就是他回调到这边 或者这边的时候 我可能就愿意买了 呃 但是他这一波确实走的有点长 对吧 但相对来说 我们看一下upwork 他就是走的有点稳嘛 当然是往下的稳嘛 整个 整个是往下的趋势 然后现在的话 他可能在找到momentum的话 很可能就是这样走到 然后再按照这边这条线 再往上跳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 呃 当然我也不知道 这只是我的一个猜想 当然也可能就直接就往上跳了 这也是个可能 但是怎么说 这个公司确实没有让我看到太亮眼的地方 他的销售量确实没有那么亮眼 对吧 所以对 就相当于来说 最后结论的话就是 fiverr可能会进入我的篮子 然后呃 对 然后我们就开始看一下 就是docu sign docu sign的话就是怎么说的 docu sign现在也是有点不稳的吧 不稳的 然后但是啊呃 你要是怕错过的话 你可以看 你就可以堵一下 他这个option不会被破坏掉 他依旧会踩到这个点以后 继续往上走 这个就是一个一个 你要堵的一个地方了 然后如果走破的话 那可能接下来就是要回到175了 或者是回到那个180 170到185 但是呢这个公司的话怎么说 接下来也有dropbox那个hello sign对吧 所以他的话也不是说技术含量 呃 护城河有多么厉害 就是你只是网上签名而已对吧 那你这个技术含量能有多么厉害 然后CVS的话呢呃CVS 我说实话我不在美国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有多么 就是现在有多么的替代 呃Walgreens 但是呢怎么说呢 这个股票也算是蛮稳的嘛 呃一个老大呗 然后从2月份开始跌到这边 现在还没有复苏 买的话也没事 呃总不会倒的 casino的话 我其实我也不知道 就我唯一有经验的 就是我去拉斯维加斯 呃住过两个hotel 就是呃 play 三个 Venetian 啊 威尼士 对不对 然后playzo还是 威尼士是一个还是什么 忘记了 反正就是一个呃 playzo hotel 然后还有一个是wind的 永利的那个 然后永利的那个呢 虽然playzo那个呃 它更加大一点吧 是一个suit 然后你都很便宜 拉斯维加斯都很便宜 呃虽然那个是个suit 但是呢呃 那个永利的那个呃 房间啊特别的先进 特别的奢华 就每天早上起来 我玩那个窗帘就要玩几次了 呃curtain open 啊 哇 就 这个窗帘就打开了 curtain close 我就看这个窗帘就 对吧 就相当于相当 就感觉上是亿万复工的一个生活的lifestyle 就是哎 可以深控这个窗帘了 对吧 但是呢 怎么说呢呃 对啊 我就更加喜欢win 然后呢 casino的话 说实话 你看好一个 就是看到自己个人喜欢吧 但我我等会有时间的话 我确实会接下来几天 也会再再像compare upwork 或者是compare airline一样 再把这几个大的casino compare一下 对啊 但是呢 怎么说呃 对 在那之前的话 我可能还是更加偏好呃 win 然后呢呃 呃 casino的话 说实话 我都不知道trump的那个是怎么样搞破产的 但是呢 我觉得casino很难破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用来wash money的 对吧 wash money的话 怎么说 一个一个堵成的一个牌照很难披下来的 那就说明什么 这就是渠道 对 然后所以如果一个casino 一个大的casino get impaired in any way 很多隐形的富豪会买下来的 或者入股 因为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wash money更加方便一点点了 对吧 所以呢 这个就是呃 对吧 然后呃 SE的话 BA的话 怎么说呃 BA的话呢 就是有点不懂啊 这个的话呃 怎么不是说不懂啊 就是怎么说 我更加喜欢 如果我要赌一个复苏的话 我宁愿赌airline 我也不想赌BA 呃 因为他确实已经失去了他的工匠之心 然后是感觉就是一群猪在那边工作 然后只是在以前而已 虽然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壳子 但是里面已经从内心已经 呃 rotten了 对吧 所以BA的话 我是呃 就是不特别喜欢 然后呢 我宁愿 就是我如果赌一个复苏的话 我就赌那个airline 啊 但是呃 我基本上还是 就是如果没有复苏的话 那我就不会投这种呃 industrial的股票 因为他这个利润确实有点低 成长也有点低 然后呢 呃 那个 哎呀 兄弟不要说出来 我知道是money laundering 但是 washing money的话 就有点 就是隐秘一点 对吧 然后呢 SE的话呢 SE的话就是我之前说过 我宁愿买阿里巴巴和Amazon 我也不想买SE 因为确实SE的话 厉害是厉害 但是他长得也确实有点多 然后他们要是e-commerce 一下子全部回调的话 他们一下子会全部回调 一起回调的话 SE可能会回调更多 所以呢 我现在是不会想碰SE的 如果你想要买e-commerce的话 阿里巴巴和哪个 然后呢 work的话呢 呃 slack吧 slack的话 怎么说呢 呃 不不太懂 啊 然后呢 也了解不多 大家自己看 然后cruise line的话呢 呃 cruise line的话 其实我买看好的 rcl nawedian和呃 哪个些都可以看看 然后呢 你要是怕错过的话 我们就拿rcl来 ccl吧 ccl好像 我觉得我的粉丝 好像看了更多一点 ccl的话 你要是呃 就其实很多的 这些行 这些游轮股啊 它其实图都是差不多的 所以呢 呃 在这边的话 这个地方 这两条线中间 这三条线中间 这个口子啊 呃 或者甚至到那个 就是18块钱 这个地方 是稍微超过一点蓝线 这些都是可以买入的 你要是怕错过的话 你就现在就买入都ok的 因为你要想想看 当他真的错 你要是错过的话 当他真的回到了差不多 33到40啊 什么的话 你就不会在意 你是17块买的 还是16块买的 还是15块买的了 对吧 你会在意吗 特斯拉你到2000的时候 你会在意你是300块 400块500块买的吗 对吧 当当500块到那个价格的时候 你还会想 哎 我要再等到300块 到400块吗 当然你就是怕错过嘛 所以cruzan的话 你要怕错过 你就赶紧入股一下 建个仓就好了 如果他再回调大一点 没事的 你再加仓就ok了 对吧 然后呢 从就是13块3的话 就相当于是蛮便宜的了 然后在12 11块以下 10块钱以下的话 哎 你真的是抢劫了 那那个时候 你就可以直接去买了 对吧 你把你孩子卖了 就去买 这个都可以的 你过个几个月 就可以把孩子再赎回来的 因为他就是投资率这么高 然后回报率这么高 然后呢 Peloton的话呢 说实话 呃 我听Money Manta 呃 那个女生 呃 小姐姐播主 讲得很好很好 但是我个人是不是 我不是运动的那种人 所以呢 我不做 对啊 但是他确实还在这个uptrend的吧 但是怎么说呢 他确实已经有危险 就是breakdown了吧 对 因为永远不可不可能一个股票永远在一个uptrend上排走的 对吧 所以他接下来要breakdown的话 如果到了差不多56块钱 8060块钱的话 我可能会入藏 但是现在我不会 因为确实是股值我感觉有点高吧 啊 然后呢 对啊 像这种公司如果我没有感情啊 我理解又不多的话 我是不会在啊 就合理价位 或者怕错过价位买的 对于那些我没有太大啊 就是怎么说的 我没有太多经验或者是什么啊 经验或者是感情的公司啊 我只会到这个cheap as fuck的地址 我才会想要买 所以palton对我来说是那个那种股票 然后呢 overstock的话不是特别熟 fairy的话 就是fairy的话是熟的 这个大麻 熟的不能再熟了 怎么说 现在买都是ok的 然后呢 但是我接下来 就是我其实应该再写一下什么呢 就是买一些美国的那些啊 就是planet 13那些 planet 13啊什么 就是大家要如果买大麻的话 现在应该赌的是什么呢 美国的合法化 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催化剂 到时候这个股票会翻翻啊 什么的很容易的 然后对 这个就ok的 然后呢 到时候我大麻再多做一期特辑 这样的话 我把我所有追踪大麻 这几个年的一些经历 经历都告诉大家 分享出来 就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就不懂的话 就是新来的话 就不知道tillery是多么傻逼的一个公司 新来的话 可能就不知道 Aurora Cannabis 是多么傻逼的一个公司 然后不知道CGC 虽然名气很大 真的是就像李小璐一样 一身的好牌 一手的好牌 你给我打得稀巴烂 对吧 但是呢 怎么样 就是好的那些明星股 就是APHA 然后挣钱 是挣钱的 然后Trulief 是在California 已经是遍地开花的 就是市场 相当于算是 dominated the California market 然后他如果要往全国推广的话 有很多的local celebrities 可以帮他就是work out a deal 这就是一个hometown的一个benefit 然后就Planet 13 Jermy Jermy 那个Financial Education Jermy他推荐的 然后呢 对 RTX Ratheon的话 雷神的话 怎么说呢 不懂 然后呢 想买的话买 但是我估计很多人都是不懂军工股的 但不懂军工股的话 怎么说 我看一下他跑得过大盘吗 你跑不过大盘 你买什么买 对吧 还不如买大盘呢 从2015年开始 2014年开始 一直是几乎是没跑过大盘的 那你还不如买大盘呢 对吧 当然你买大盘 你还不买科技股呢 对吧 就没有任何别的别的人拖后腿 但是就这个意思嘛 就是Ratheon我就有点不是特别想 Big C的话呢 IPO 然后呢我的一个Rule of Thumb呢 就是不能买IPO 不能碰IPO 因为IPO过后 一般来说会有一段时间 会让它平荡一点的 为什么我会有这个Rule of Thumb呢 因为我亏过钱 然后亏过钱交过学费 所以呢我想把这个经验传给大家 Upwork的话呢 已经说过了 然后呢 Adobe的话呢 是一个业界大佬 然后呢 也算是一个Cash Call 相当于 然后它的话呢 确实现在有点 走得有点不是特别稳 对吧 从之前的March 是260 一个这么大的公司 可以翻这么多倍 确实有点虚的 然后呢 怎么说呢 我接下来可能要入仓的话 可能就要等到371这个价位 这种 然后或者是甚至等到更低 对吧 接下来就看这个科技股市 有多么大的一个correction了 对吧 如果是很大的一个over correction的话 那可能还会到这边 那可能还会到这边稍微脚往下踩一踩 对吧 可能像今天这样 星期五这样 对吧 就哎 踩到330 给你挑逗一下 让你感觉 要突破了 要下去了 对吧 然后再把你一下子拉上来 这也是很可能的 但是就 接下来就看这个科技股的correction 有多么大嘛 随时你就准备好就好 然后呢 Tencent和阿里巴巴的话 就是除了political的一些uncertainty的话 它还是非常大的一些龙头股 然后对就是呃 接下来就看看这个经济 就是这个政治怎么走了呗 对啊 如果政治 两国人民很好的话 那就这个两个股票也就上去了 但是不好的话 就就这两个股票 也也有可能退市危险 这也是可能的吧 所以他们也都是有做两手准备的吧 都是在香港那边上市的吧 然后呢 这两个公司呢 肯定是基本上是很稳的 但是你现在投资A股的话 就要有点小心 因为不是说怎么就他们A股怎么差了 但是就怕庄家用这个新闻来假装 用这个新闻来制造一些危机感 然后把你的股票打压一下 打压的时候才是买入的好时候 但是现在就是情绪很高涨的时候 你就要想想看他们会用什么样的 呃 那个来分析 对啊 忘记了 shop的话 shopify的话 就是 就是shopify的话呢 有点高 然后呢 诶价格正好像我画的那样 呃 再往下走了 然后呢 现在如果要你怕错过的话 你就这边求一个反弹 因为他这个optrend是从 差不多 就如果disregarding disregarding the pandemic的话 他就是一直在这个trend上面走的 是在差不多 呃 19年的11月份这个trend 就一直没有破 呃 如果没有看这个pandemic的话 但是这个trend能走多久 这也是个问题 所以这边的话 你怕错过的话 你可以就这边直接买了 对吧 从900到呃 9007这边直接可以下单 但是呢 我个人不会特别喜欢买 呃 这个公司的话 好是好 但是我对他没感情 然后所以他除非到了一个很便宜的价格 像到这根 之后 优优独播